在宁夏中宁县 有一个地名很特别的乡镇 叫汉郊水乡 汉郊水地如其名 十年久旱 由于缺水 全乡十九个村都是贫困村 近年来 宁夏通过实施一系列生态扶贫工程 不仅让全乡贫困村 今年全部脱贫消耗 也让汉郊水人走出了一条 生态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新路子 正在准备给玉米地灌水的村民 叫辣天智 按照汉郊水乡 以人订水 以水订产的规定 他家的玉米地 一亩地一次可以灌溉四十分钟 一亩地躺四十分钟 我们这个水是安防准的 它是一亩地躺120泡 四十分钟以后 我就叫它这个灌水 当它给下一家酒 水是这里最紧缺的资源 也是乡亲们贫困的主要原因 因为缺水 地理庄稼十重九不收 养的牲口要喝水 都要走上两个小时 到山沟里去喝苦泉水 你看这就是泉水 可以炒 没有啥 喝出 是苦 是苦的 很苦的 但是要能喝 喝水不愁 让山川变绿 成为寒教水几辈人最大的梦想 2017年 乡亲们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由国家自治区实施的 宁夏固海扩灌洋水工程 和宁夏中部干旱代 西部供水中宁县 寒教水片区工程 让这里三年五万人的饮水 和二十五万亩农田的灌溉难题 得到了解决 这个自然水家家都有 这个水甜 它是甜的 尝一尝 是不是 它真是甜的 有了黄河水 昔日的干壳土地变成了绿色农田 马天志借助宁夏实施的精准扶贫工程 种了四十多亩玉米 杂粮 二十多亩红枣 再加上卷养的肥羊 一年纯收入达到了六万多元 今年 它不仅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还盖了一百三十平米的新房 现在的日子比以前也过得好了 现在新房子也给上了 这个树都能救好水了 之外就也幸福了 水通了 曾经外出谋生的村民 也纷纷返乡 大力发展西沙瓜 枸杞 色素辣椒等特色种植产业和养殖业 踏上了脱贫致富快车道 现在全乡仅西沙瓜种植规模 就达到五万多亩 西沙瓜现在有那时候的一个半大 现在还有涨四五十斤的 就大 你抱都抱不动 以前是人均收入也就一千块钱 现在人均收入八九千 破解了水困也就破除了贫困 今年 罕教水乡十九个行政村 全部脱贫消耗 全乡 3899个建档利卡贫困户 也全部脱贫摘帽 在罕教水人看来 生活要小康 还要在节水 用水上下功夫 把每一滴黄河水 用到极致 按照规划 未来的罕教水乡将建成一个草畜小镇 和养殖刮果基地 在经济上和生态上同步走向小康 对于这样的未来 马天市和乡亲们充满了期待 家家能过啥这个好日子 山里面如果把树坠上 山都是绿油油的 那就是我小康梅想 小康梅想